五百五十一名战士共同完成六百平以大国旗引领国庆游行 新版慈海今天面试首印一万六千套预定一空 默克尔说德国严防恐怖袭击 刘翔小张无碍以战带恋放眼国际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 先来看时政要闻 胡锦涛9月21号离开北京 顾美国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 第64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 安理会合不扩散与合台军问题峰会 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三次金融峰会 胡锦涛在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成立六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三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现 政协十一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 9月21号在北京开幕 加敬临主持开幕会 习近平做关于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会议情况 和会议精神的报告 好 来关注国庆庆典 在今年的庆祝活动当中 群众游行的第一方阵 将是由一面六百平米的大国旗 覆盖着的国旗方阵 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本台记者张全灵 到这个方阵去一探究竟 每次的群众游行 第一个方阵总是国旗方阵 今年这个方阵有一千九百四十九人 象征着新中国诞生的日子 是历次国庆游行当中人数最多的 同样中间的这面国旗展开有六百平米 也是历次的国庆游行当中最大的一面国旗 下面我们到这个红旗下面 看看这面旗帜有什么样的秘诀 原来这个接近六百平米的大国旗 它是由十幅组成的 在每一幅的下面都有专门的把手 这样才可以把整面的国旗展的平整 做这件工作需要五百五十一名战士 共同来完成 其实真的到了这个国旗底下 我才有切身的感受 战士们平时训练的时候 就特别像站在一个站满了人的大帐篷里面 所以这里面的温度要比别处高得多 现在已经是过了历秋了 我站了一会儿身上就已经出汗了 在大夏天的时候 战士们说这里的温度会超过整整五十度 而且一整天的训练 在国旗底下的战士 永远举着他们的胳膊 说休息的时候 其实只是换一只手 好 休息 北京国庆安保近日在部分重点区域 启动了一级加强巡逻防控方案 这些重点地区的安检举措 也将超过奥运等级 方案按照全员全项目全区域的安检模式 也就是对进入国庆庆典所涉及的 所有区域人员和车辆全部进行 民警器材和警犬的三重检查 所有人员必须经过证件加安检的检查后 才能够进入指定区域 在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农业部部长孙正才表示 我国夏梁实践连续六年增产 今年秋梁也有望获得好收成 孙正才表示 经过各方面努力 我们战胜了夏梁主产区的特大干旱 夏梁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 首次连续六年增长